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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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净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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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 先开注解五百五十六页 五百五十六页 请看第六行 不起贪嗔痴欲诸祥 不着色声香味促法 但要一念过去诸佛 所修善根 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对我们初学人来说 至关重要 下面再详细解释 不起贪嗔痴欲诸祥 什么是想呢 对原生心就叫做想 说的具体一点 眼睛看到外面的色相 就起心动念了 这就称为想 还有耳朵听到音声 鼻子闻到味道 舌头尝到这个味道 鼻子闻到这个气味 身体有接触 那么六根接触到外面六层境界 起分别知足 这通通都叫做想 大家看这个中国字 很有意思 什么叫做想 它是两个字 上面是个像 下面是心 心上有那个像 就叫做想 反过来 什么是心呢 你把那个像拿掉 就是心 下面进一步解释 如与静直取男女等 种种差别之相 为之想 能取境界差别故 我们有的执着 当然就会怎么样呢 取向 所以说这个想 里面挺复杂的 所谓是无量无边 但是想法再多 总不外乎 这个贪嗔痴 三大雷 下面呢 在举经上的解释 如 欲加罗悦 问经 为菩萨行 不施实 以离欲想 修此想 无吃想 对治三恶想 我们凡夫 各个都有欲 这个欲就是欲望 所以佛法教我们 大家要把这个欲望放下 什么方法呢 不施 修布施 它有三大类 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布施 财布施 修得多 您所要的钱财 不会缺乏 这务实方面呢 都能够满足 如果修法布施呢 您的智慧 会越来越大 长智慧 如果修 无畏布施 您会健康 长寿 佛门 种种的方法 就是帮助我们大家 把烦恼 吸气 放下 那这里教我们 要把欲望 能够远离 同时 我们还要修 慈想 这个慈 是指的 慈悲心 慈悲心 慈悲心是性德里面的第一德 古人观察事物 非常的细心 你看 这个长辈 对待晚辈 对待晚辈 所谓的父子 有亲 而晚辈 对待长辈呢 你看他那个眼神呢 尤其是刚刚出生 一百天的小孩子 那个眼睛呢 特别单纯 大家有没有看过婴儿的眼睛呢 非常纯洁 父母爱他 他能够感受到 可是 过上一百天 这个小孩子就 分辨心 产生出来了 他就知道 这是我爸爸 那是我妈妈 爸爸妈妈抱他呢 他会很高兴 如果是别人来抱他呢 他就会有想法了 虽然不能够表达 用言语说不出来 可是他会用他的哭声 表达他的意见 所以圣贤教育 没有别的 就是把我们的心性呢 维持在 最初的那个状态 最初状态是什么呢 人之初 性本善 古人也懂得一个道理 性相近 息相远 假如我们没有妥善地 保护好自己的自信 那自己的心性呢 就会变质 就会走样 自信是什么样子 霍能大师当初 就给我们说了五句话 那是详细的描述 所以中国圣贤 懂得这个胎教 老祖宗 一代一代的成传 可惜现在年轻人 他们结婚之前 有没有听说过这段事情 胎教 顶多吧 那个医生只是教他什么 怎么样养胎 但是就舒服一点 怎么样去养小孩子的浩然正气 在健康方面 让这个小孩子吃好一点 希望这个小宝宝呢 所以三字经里面也提到 狗不交 信乃迁 那个迁就是变化 他受到污染了 长颜说得好 这是古人说一下 子不交 人心坏了 家不齐 社会乱了 我们观察一下 现在这个社会乱不乱呢 听说很多国家地区啊 这个离婚率非常高啊 每个家庭 就好像是这个社会的细胞一样 社会好像是个人身 人的身体 如果说三分之一的部位 都坏掉了 你说这个人的身体会健康吗 因此 子不交 肯定就会导致加不起啊 所以现况是什么 子不子 父不父 君不君 成不成啊 因此我们想要改变社会现状 想要挽救市局 从我开始做起 别人不可学习传统文化 我们要学 我们要把这个 小时候没有学的东西 赶紧补起来 就是地质规 太上感一篇 佛说十善也道经 可惜现在许许多多 儿童从小没有接受正规的 伦理道德因果教育 他也在接受另外一种教育 什么教育呢 贪嗔痴慢疑的教育 明文立养的教育 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这里经文一开头就教我们大家 不起贪嗔痴吃欲诸想 社会天下能不能够达到祥和太平 真的这句话是至关重要 因为贪嗔痴吃欲诸想 这是在帮助我们大家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所以在《欲加罗月问经》里面 就提到这么一桩事情 菩萨行不诗识 他修不诗 没有个人的欲望 没有个人的利益 他修识想 无诗想 修这个好 有什么好处 能够帮助我们把三种恶想 它是吃对吃 帮助我们把他们给放下 接着我们再细讲 菩萨舍所失误 生离欲想 与求者与乐因缘 故称恨心薄 明修慈想 我们自己有多余的东西 看到别人缺乏 就应该要大方的拉出来 供养人家 比如说你有多的房子 看到别人没得住的 无家可归 我们就让别人来住 自己有多余的粮食 见到别人没得吃的 供养他 看到他 衣着担保 我们有多余的衣物 赶紧的送给他 您就跟对方 结了一个善缘 同时我们做这些事情 不要着想 不着想不失 就能够得到功德 下面再说第二组 以此不失功德 回向无上道 则思心薄 是名不吃想 我们修种种的不失 绝对不要求 灵文力养 我们要求什么 无上道 无上道是什么呢 就是真实智慧 经法藏大事 不起三恶想 离诸烦恼 的的确确 法藏菩萨呢 他心里面没有 贪嗔痴欲这个想法 他每天修的 都是戒天会 楚师带人接物 绝对不会让贪嗔痴欲 起现现 第二句经文 我们也要认真来学习 不着色生相畏触法 不着是说不贪足 什么是色呢 这里讲到 色是代表六成境界 也就是色生相畏触法 说一个就代表另外的 五种 六样都在其中 一色成 一切形色 如青黄赤白 即种种形象 我们眼睛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些 对象就称为色 用这个来做代表 第二个是 声尘 耳朵听到了 一切音声 乐声与噪声等等 音声呢 有好听的 有不好听的 那个噪声啊 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噪音啊 其实你每天听到这些车子的声音 是不是噪音呢 很难受 这都属于啊 声尘 第三个 香尘 鼻子闻的 鼻之所辨别者 分香与恶臭 那我们一般的喜欢闻啊 那个香味的 这个闻起来很舒服 那个恶臭的味道啊 闻起来很恶心啊 不管是香气还是臭气 都会让我们的脊心动量 第四个是味觉了 未成 舌之所辨者 饮食之种种美丽之味 其实我们大家对于饮食 不要过度的讲求 这古人呢 对这个吃的东西 讲到三种事情 色香味 太过度的追求色香味 您所花的时间精力就很多了 其实吃东西嘛 只要健康 营养 干净 就好了 中国人请客吃饭呢 你看 一桌宴席 总力多不多 多啊 其实我们感觉到 这个西餐 比较简单一点 几道菜就搞定了 而且是每个人都是吃自己的 吃太多了 不好啊 为什么 吃多了容易得病 会增加我们消化系统的工作量 常言说 早上吃得好 要吃得健康一样 中午呢 吃得饱 那个饱啊 顶多七八分 晚上呢 吃得少 这才是自然规律啊 我们要能够奉行 第五个是促成 身体接触 身之所变则 例如细滑 粗色 寒热 温和 等等 人 在接触外面 进去的时候 尽量把自己的 分别 爱好 对立 等等 都放下 把这个养成好习惯了 你看这个人呢 对这个身体 他也其实蛮计较的 就拿皮肤来说 如果是粗糙的 他就不喜欢 如果是细滑的呢 就摸起来很舒服 都会产生了贪恋 爱做的想法 第六个是法成 为一根对前五成 分别好丑 而起善恶诸法 前面 眼耳鼻舌身 只是传递信息 他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那是谁在执着啊 换句话说 谁在造业呢 八诗里面 其实是两个诗在造业 第六诗的分别 第七诗也叫做莫纳 或者叫一根 在执着 第六诗分别 第七诗呢 就执着 然后再把这个档案 就传到第八诗去了 真的我们从早到晚了 都在做这种事情啊 分别执着 是从来没有间断的 修行人呢 知道分别执着错了 不应该分别 不应该执着 这个衣服嘛 能够保暖就好了 食物能够呢 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不要过度 一切都采取 虽缘的态度 有此六层中 如男女之美容 私足歌勇之乐音 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接触到的 你看 男生 女生 如果她是个美男子 这个女性看了她啊 身不由子会多看两眼 那男的看到美女呢 也会多瞄两眼啊 都着相了 而这个音乐呢 古时候嘛 有这个丝足 丝是属于弦乐器 笛子 销 这是属于竹子 做成的乐器 都能够发出音声 您听到这些音声呢 也往往会啊 身不由主 会多听一下 左相 还有沾潭 这是我们鼻根 所闻到的味道 与男女生香 男人身上有味道 女人身上也有味道 饮食 摇善 这是说吃的方面 其实这个饮食方面呢 我们尽量的把它简化 多一些时间出来呢 读经 听经 念佛 拜佛号 上妙一符 与男女身分 柔软细滑之触觉 竟令众生贪着其事 不得出力 想不到我们大家不能够出六道啊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为什么 您贪恋每次 导致自己呢 贪成吃 常常起先行 我们就错了 我们再看 法藏菩萨是怎么修的 经法藏菩萨内无恶详 也就是说 他内心里面没有贪生吃育 这些恶念 即离火阴 因为没有贪生吃育的恶念 他这个迷惑的阴 就没有了 这是我们守着下 守的地方 这是讲到内在 再说外面 不走六层 是离火源 对那个外面 迷惑我们的源呢 也要想方设法的 舍弃放下 看到啊 这些外面的经济象 你会动心 那就不要跟他接触 谨心老法师在解释 内阴既离 外缘私直 故云不拙 内里面没有这个念头 外面的源 当然就不会啊 来引诱我们 我们就不受外面境界所动摇 假设我们内心里面 有那个贪生吃的念头 外面的源 一陷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被他干扰了 下面是念头啊 所解释的 由于吾三恶祥 乃离霍业之音 六层为源 不足六层 复离起霍之源 谨心师 明其因果 为内离霍业之音 故能指外霍业之源 内外皆离 我们这一身学佛 最低的目标 也要出六道 六道里面呢 可以说人天两道呢 算是三道 阿修罗也算三道 但是呢 他那个三的不究竟 为什么 他那个音呢 是染污的 他不清净 阿修罗他们喜欢修故事 可是他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 就是傲慢 好动 诚恨心 强 阿修罗多半呢 在福报 想完之后 就多到三土去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身 修学善法 不能够着想 假如说我们着想修布施 将来呢 生到三三道 可是最后并没有出六道啊 所以佛教我们大家 学佛至少要正得虚脱还果 虚脱还虽然还没有出六道 但是他人间天上七次往返 就出六道 我们大家无量觉来到今天 有没有正得虚脱还果 连个边都没有摸到啊 可想而知 我们前世修学佛法 每一次考试都不及格 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 这个傲慢心还蛮强的 这就错了 下面教我们大家怎么去做 但要一念过去诸佛 我所修善根 这句经文呢 取自于颂义的《无量寿经》 但者就是唯 就是读的意思 所以但念 也就是唯念 读念 也就是不夹杂别的念头 这就称为但念 此二句与前二句 应一气独下 前二句是万元放下 此二句是一念单题 此证敬业之刚中 所以我们尽忠修学的 纲领中药 就是这里所讲的四句经文 这就是一般常说的万元放下 后面两句 但要一念过去诸佛 所修善根 这是他常常意念 回想一切诸佛 过去身中 所修集的种种善根 什么又叫善根呢 他分为世间善根 初世间善根 世间善根就是不贪不称不吃 贪称吃是三毒烦恼 这是我们要把它远离的 要把它舍弃掉的 还有一个初世间的善根 就是勇猛精进 所以我们大家修学佛法 不能够携带 真的一天都不可以 给自己放假了 修学尽忠嘛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最后成功呢 要真正做到经上所讲的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所以这四句经文 是净土法门的纲领中药 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牢牢把它掌握住 在日常生活当中 都不能够让它呢 遗忘 我们现在呢 要把自己的念头啊 调整过来 要依据佛经上的标准 来去想 来去说 来去做 我们每天所爱好的 不再是以前的 五一六成 这些东西 从今天起 我们喜欢什么东西 喜欢读经 喜欢听经 喜欢念佛 我喜欢拜佛 真的 善知识啊 来到世间 就是为了要帮着我们 把这四桩事情做好 把经读好 把经听好 把佛念好 把佛念拜好 通过修行 让自己以前浮躁的心 平静下来 其实很明显的 假如说 您到一间寺院里面 去挂单个几天 挂单一个月 然后再离开的时候 回到家里面 您的家人会怎么跟你说 哎呦 怎么你 你相貌变的呢 还是同样一个人 怎么别人看了我们的时候 就容貌变了呢 什么原因呢 就是这里所讲的嘛 远离贪嗔痴语诸想 不着色声香味出发 我们把那些杂念妄想 都放下来 心越来越清净 心清净 您的容貌就越来越好看 所以佛法是真正美容的 最好的方法 你想要美容是不是 念佛最好 又不用花钱 就在念佛堂里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那边念 念久了自然 这里像话就变了 所以啊 我们要学习佛部上 不起恶念 也就是不生气 贪嗔痴语诸想 但是我们有时候 还是会冒出来啊 他还是会起现行呢 怎么办呢 净土这个方法好 凡是有任何杂念妄想 起现行 赶紧用一句 阿弥陀佛 缺带志 多读经 多听经 能够帮助我们呢 意念过去诸佛 所修善根 法上菩萨就这样 视线给我们看 我们呢 也要跟他效法 所以多读经 就能够呢 熟悉 佛 以前是怎么修行的 今天我们认真的 念阿弥陀佛 但要一念阿弥陀佛 这个好 并且呢 所修的善根 是四十八愿 广度众生 幕后 一念单题 就是 本经所讲的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这个发菩提心呢 就是看着破 一项专念呢 是放得下 真的尽忠修学 没那么复杂 简单一两句话 就是他的纲领 明白之后呢 每天要去做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帮着我们大家 成就菩提的 成就佛道的 今天我们之所以选择净土法门 是因为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共同推荐的 共同赞叹 因为这个方法最容易修 成就也最为殊胜 谁修行这个方法呢 一般人修啊 还不是很奇特 我们看到华严经就知道 你看底下就讲了 华严经 明 这个明啊就是说明 明 十地菩萨 地地不离念佛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他可没有说 实信 实住 实行 实回效 他知哪些菩萨 登地的菩萨了 初地二地 一直到十一地 等觉菩萨 地地不离念佛 所以您每天念佛 那就跟这些地上菩萨修的方法一模一样 而这些地上菩萨呢 早就见心了 明心见心之后 他还在修这个方法 您就可以知道 这个方法有多么的殊胜 他没有再找别的方法 就是支持明后 将来呢 他也因为念佛而成佛 我们今天念佛 先升到极乐世界 然后呢 也最后成佛 在本经大教园启评里面 有提到 去来现在佛佛相念 这一句话也是很重要的开始 你看过去佛 未来佛 现在佛 他们都在做同样一桩事情 相念 念什么 念阿弥陀佛啊 不是别的佛 所以佛佛都在念佛 为什么大家都在念佛 因为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还有啊 阿弥陀佛是谁 你不要想到极乐世界那尊佛 那就想得太简单了 谁是阿弥陀佛呢 每一个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其实它是一切诸佛 共同的名号 把这个名号翻成中文的意思 就是无量觉 无量光 因此您在念阿弥陀佛 就代表什么 您在念无量光 无量觉啊 无量寿啊 所以诸位同修 您扪心自问一下 想不想无量寿 没有一个你想自己短命嘛 你想要无量的寿命 那就要念阿弥陀佛 你想要有无量的智慧 那就要念阿弥陀佛 所以佛号呢 的的确确啊 代表着最善的意思 底下是观佛三昧经所讲的 我们如果看这个极柱啊 黄年老多次引用观佛三昧经 这里又有一段经文 而时会中 极有十方诸大菩萨 其数无量各说本源 即念佛得 这又找到一个证据啊 你看把这段经文跟 楞年经上的经文一对照啊 我们就晓得念佛这个方法 很多菩萨都在修啊 这里是引用观佛三昧经上的讲法 而楞年经里面有二十五元通 佛就问大家嘛 你们是怎么样修行成功的 二十五个大菩萨各自向佛做报告 这其中呢 大师是菩萨 给我们讲到 他是怎么样成佛的 他修的是念佛源通 近代夏令功老军师 编的一本小册子 叫《静修解药》 大家应该看过 这个小册子编得很好 里面就提到了 静虚空变法界静中出足 是大师之不少 出足啊 而我们这个说佛世界的出足呢 是菩萨菩萨 而我们中国的静中出足呢 是慧元大师 三位大师啊 出足都在给我们介绍净土法门 在这里就告诉我们 《观佛三昧经》里面这么多的菩萨 他们是怎么成就的 全部都是依靠念佛啊 这个方法 还有 有佛告阿难 如今善持 圣物忘失 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 皆说如是念佛三昧 我与十方诸佛及贤结千佛 从初发心 仅念佛三昧立故 得一切总之 这段开示啊 讲得非常好 都告诉我们呢 一切诸佛是怎么成佛的 原来都是修念佛三昧一样 都是修的净土法门 所以当年唐朝时候 我们进宗二祖 善德大师 讲过两句话 如来所以 新出世 唯说弥陀 本愿害 其实释迦牟尼佛来到世间 他最想讲什么法门 庆土法门 因为这是第一法门 所有经典 释迦牟尼佛最想天天讲 哪一部经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说什么 介绍阿弥陀佛 介绍极乐世界 介绍在那边的大众 他们修学的状况 真的 我们今天呢 也想去极乐世界 那您就应该怎么样呢 听佛的话 老老实实 学一部无量寿经 会基本就好了 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 老老实实拜 一尊阿弥陀佛就好了 真的 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年长的同修 明说暗示 劝他好好念佛 他还是听不进去呀 真的 人到了六十以上 以念佛为主啊 有时候一些老公 我胡说就讲了 那我现在六十多了 我还要不要到道场里面来做义工啊 做义工 修福吗 是不是 体力还不错吗 想跟大家广结三元修点福吧 是可以 是可以 没问题 但是您不要忘记 在为大众服务的时候 您可要记得同时念佛啊 您不能够本末道志啊 只注重修福而忘记了 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想想看到 人到了六十 还能够活多少岁 您不可能再活 第二个第三个六十吧 所以到了六十以上 我们要拼命念佛 下面是念到所讲的 是故弥陀一如世尊 即十方如来 从初发心 谨念佛三位 整无上菩提 故弹药一念诸佛也 的的确确啊 我们现在念佛 为什么功夫还不得力呢 因为没有把那个念佛的法位啊 给念出来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念出来呢 因为我们一般在念佛的时候 还会夹杂贪嗔痴欲诸小 还会有呢 五一六成在其中啊 所以这个佛号念的呢 力量不够 明明前面教我们大家 要离这些贪嗔痴欲诸小 要放下 放得越干净 您念佛那个法喜 就会愤愤的向外渗透 要专心 所修善根 指诸佛所修之功德 一念佛德感恩图报 斯欲其等 事名义佛 诶 这就给我们解释哦 什么叫做义佛呢 大师是菩萨教我们吗 他怎么成就的 义佛念佛 所以我们要常常想佛的恩德 佛的功德 他的恩德无量无边 功德也是输不完 我们作为佛弟子 怎么样报答佛恩呢 那就一定要好好念佛 一定要让自己啊 有绝对的把握 可以处理六道 处理十八经 净土法门 真的是有这个能力哦 帮助我们 升到极乐世界 十八状一徒 那现在就看我们大家 信心 怨心 有没有真正产生出来 假设我们这个信愿 还很薄弱 怎么办 真的也是很容易退转呢 怎么补足这一点呢 读经就显得很重要 所以初学人呢 最好是每天呢 多花时间读经 读经为主 听经为主 念佛为福 好 那您再修上个五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经教啊 就比较通达了 这个时候呢 再把时间调换一下 读经 读一遍就好了 听经 两个小时够了 其他时间呢 全都拿来念佛了 真的希望我们大家 每天念佛时间 能够达到十四个小时 那是最好的 那个锅露江老法师 我们估计哦 他念佛可能不止十四个小时 因为他没什么事嘛 是不是 他那个吃饭呢 都有人来照顾他 他顶多吧 自己烧一顿早餐 午餐晚餐 都有一位老菩萨 帮他打理啊 连衣服都不用自己洗啊 你看他福报大不大 我们还有很多家务式的要做的 那在家同修呢 还要带小孩 像有些同修啊 就有时候跟我们法师请假 说呢 今天不能来听课 因为家里有什么事情 我要帮忙去处理 家里事情呢 互相帮忙 这是应该的 所以我们自己啊 有时间 要多念佛 要确确实实呢 有这个能力 跟诸佛如来看齐 换句话说 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就是分正佛 你看这里提醒吗 私欲其等啊 您跟谁相等啊 跟诸佛如来相等 可不要跟凡夫相等啊 那不好 凡夫造的业 都是六道轮回业 其实讲六道轮回业 比较好听一点 给他面子嘛 说六道轮回业 说真话是什么 三途业啊 你看现在哪一个人 不造三途业呢 都在造 这个不好 佛知善根念佛最生 所以在所有善根当中 这是以佛来做标准哦 所有善根当中 哪一种是最殊胜的善根呢 念佛最殊胜 所以讲断恶 念阿弥陀佛能够断了 讲行善 念阿弥陀佛是修第一大善 说修极功德 念阿弥陀佛是第一功德 这双事情 知道的人不多啊 很多人听都没听过 我们今天呢 晓得晓得之后 一定要完全相信 完全理解 完全照做 到最后呢 我们临终的时候呢 余知识之自在往生 这一生呢 就没有白来人间一趟啊 下面再劝我们大家 今于其等 就是说我们今天呢 想要跟佛一模一样 该怎么办呢 故意当持明念佛 所以我们应该要 从今天开始起 老老实实支持明后 求生希望进度 下面再说这个原因呢 明就是佛明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明具万德 总射一切善根 这个万德就是指的 一切 无量无边的功德 通通都在这句弥陀名号里面 并且呢 它是总射所有善根 这就是为什么念佛消夜上快的原因呢 故知老实实念 实暗设 义佛功德也 什么样的人修行成就最快啊 两种人 一个是上上根人 这绝顶聪明的人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老实芭蕉的人 其他懂得也不多 他的长处就在于听话 珍重啊 他一天到晚呢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从来没有间断的 他句句弥陀名号 都是暗设异佛功德 其实阿弥陀佛的功德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自己的功德 怎么做呢 念佛就能够变成是我们的功德 所以呢 要会修 会修的人生生佛号 具足无量功德 具足无量的善根 同时经上也说了 我们众生的自信呢 跟佛的自信是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说佛所修的功德 也可以是我们的功德 我们只要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 他的功德也就是我们的功德 现前我们生生佛号不间断 将来呢到达基督世界 成就圆满佛 这个圆满佛就是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没什么两样 升到基督世界 可以讲啊 我们是非常有荣耀啊 举个例子来说 基督世界的菩萨 他每天 这些菩萨他每天所做的事情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他到别的佛萨里面去拜佛 供养佛 听见文法 那其他佛看到我们来了 知道我们是从基督世界来的 这些佛怎么做 来来来来 请坐前面 上手嘛 这特别领域啊 那佛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尊重呢 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基督世界去的 我们是阿弥陀佛的学生 很尊重我们 尊重我们也就是等于尊重我们的老师 阿弥陀佛 有阿弥陀佛 或有三昧但能除贪 不能除嗔吃 或有三昧但能除嗔 不能除吃贪 或有三昧但能除吃 不能除贪嗔 或有三昧但能除现在账 不能除过去未来一切租账 若能常修念佛三昧 无论现在过去未来一切租账 西皆除也 想不到这句阿弥陀佛有这么大的作用 你看八万四千法门呢 跟念佛三昧相比呢 那真的是作用啊 没办法相比 因为这一句佛号 可以把我们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业障 通通都可以消除 因为别的方法呢 要么就除一种烦恼 要么就除两种烦恼 它不能够全部除掉 唯独呢净土这个方法 全都能够除掉 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啊 一天到晚老实念佛的同修呢 要特别护士他 要认真地照顾他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老实念佛的人 没多久他就要升到基督世界去 那些人 早年的时候啊 大概七八年前吧 有一位从墨尔本来的老菩萨 他那时候年龄蛮大的了 现在回去了 有一次哦 我们办完这个圣诞节晚会 正在收拾这个现场的时候 那个老菩萨就有点激动 他就跟悟生讲 他说法师啊 我都已经来到这学院了 快十年了 怎么阿弥陀佛还不来接我啊 他就来这个 我们这里十年了 专心念佛 怎么阿弥陀佛还不来带他走呢 悟生就安慰他 老菩萨不用担心 阿弥陀佛都有照顾您了 您只要继续念佛念下去 阿弥陀佛一定会有一天了 来通知您的 不用担心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念佛那么久还去不了 肯定是我们心里面 还有所牵挂嘛 人事物 您只要还有一桩事情没放下 那就是什么 障碍 我们是因为没有跟这个老菩萨 深入交谈 不晓得他有哪些还没放下的 但是他理论上来说 他肯定还是有一些东西呢 其实最难放下是什么 情职 情职最难割舍啊 只要还有一个他所惦记的人没放下 那就是他的障碍 那就是他的障碍 诸董修我们建议您了 家里不要养宠物啊 您养猫养狗养鱼 现在还有些人养老虎 养鳄鱼养蛇 养这些东西 哎呀那您不是放不下的东西更多吗 最好不要养 把多余的钱嘛 拿来布施 印法宝 那个更好 下面是念到了所解释的 是故法障菩萨 于静心诸行中 守云但要意念诸佛也 因为前面的原因呢 所以法障菩萨呢 在所有行事当中 首先就强调一句 但要意念诸佛 这也是我们要现在学习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 不起贪嗔痴诸详想 不着色声相为诸法 不着色声相为诸法 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可以讲这几句话 是最重要的开始 为什么 这几句话能够帮助我们 消除化解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业障 具体来说 就是支持名号 这句名号是真心 这句名号是真念 真正的念头 是正念 这句名号跟五一六成不相应 跟六道不相应 跟实法界不相应 它跟西方禁度 实暴度相应 对现前的生活当中 所遇到的种种禁缘 我们采取随缘的态度 这个做什么 做好事啊 你也不要去攀缘 有这个缘分来了 您就来去做这个好事 不要没有这个缘 您自己去设计 自己去设想 又起行动量 这就不对了 下面的开示也蛮重要的 心急进行 远离虚妄 依真地们执重德本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这部经里面呢 讲这个执重德本 说了好多次 为什么常常讲 很重要啊 下面再来解释 心急进行 在《华严经探旋记》里面说 无语涅槃明极境 修彼明行 这就是啊 一无语涅槃 这个经济高 这是指哪些人呢 法身菩萨 这就不是一般人啊 在《资词记》里面解释 《吉净》就是涅槃礼也 涅槃的礼呢 就称为吉净 有世尊释迦摩尼圣号 摩尼亦作吉净或吉末 我们每一堂课 报告之前呢 都会公念本师生号 那释迦摩尼 这个名号是什么意思 稍微解释一下 释迦就是能人 能够的能 能够的能 人就是仁慈的人 摩尼三层中文就是 吉净或者叫做吉末 说的比较通俗一点 释迦就是大慈大悲 摩尼呢就是清净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用这个名号呢 这是针对我们 当前说普世纪众生的烦恼习气 而有这个名号 因为我们现在众生呢 心不清净呢 对待别人呢 没有慈悲性 佛门里面讲吧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慈悲是根本 度化众生呢 那就完全看 它是什么样的根性 所以做人呢 一定要有慈悲心 还要有大智慧 你才能够度得了这个众生 回头头来 所以我们每一次念 本师圣号 都在提醒自己 我要修清净心 要修平等心 对待别人呢 要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释迦牟的佛 下次再来到我们这个说佛世界成佛 他会用什么名号 可能就变了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众生的烦恼习气又不一样了嘛 所以呢 这个名号是随着众生而起的 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另外在李去诗下卷呢 也解释 牟尼者 极静意 身口意极静 故称牟尼 这个也是我们要认真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去练习 什么叫做牟尼呢 就是深夜口夜意焉都达到极静 你看这个密宗 六支大明咒 你看这个密宗 我妈的把密宗 就在提醒我们大家要做到牟尼一样啊 深夜要像莲花一样啊 就是这个句咒语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起心动念 是为了度众生 不起心不动念 也是在度众生 有缘就给他讲尽 没有缘呢 我们就要独善其身 好好地念这句佛号 要尽快把自己的沉沙烦恼 见识烦恼 威蜜烦恼 全都断掉 把这些烦恼断掉 就叫做什么 牟尼 你说牟尼这个意思深不深啊 非常深啊 佛就做到了 有大日经书云 这是密宗他们主修的一部典籍 牟尼者即莫一也 藏己之徒 微妙即诀 幽深玄缘 不可以言说之 如是法界 即然大密度法 为佛一人 旧静清静 故名牟尼也 这个标准呢 非常之高啊 所以牟尼的意思呢 就是寂寞 藏己之徒 就是藏己光尽土 这是司徒里面最高的 在藏己光里面 身心都没有了 就是一片光 进到藏己光里面呢 什么都没有了 法身是一片光明 那么我们 看这个藏己光 它是一片光明 它是真实的 永恒不会改变 可是它呢 也是会起作用 起什么作用呢 众生有感 它就会有因 所以释相关的佛是从哪里来的 从藏己光而来 藏己光是什么 藏己光就是自信 藏己光就是真心 它呢很微妙 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它又什么都不缺 因为它不是物质现象 不是精神现象 也不是呢自然现象 所以什么都没有 可是它又能够随缘能生万发 什么都不缺 因此啊 这里就赞叹嘛 微妙极绝呀 幽深悬远 这双事情 法身大事 都还不能够完全搞清楚 因为那个道理太深了 谁才能够搞得明白呢 唯佛与佛方能究竟 也就是说 您想要真正了解 藏己光的 所有的事理因果怎么办 很简单一句话 成佛就好了嘛 是不是成了佛所有问题全都知道了 法身大事啊 只是知道一部分 还不是全部 这种境界呢 这种境界呢 不可以言说之 藏己光连佛都没办法怎么样的 说出来 当然佛呢 也是有智慧 能够讲出一部分出来 这些大菩萨呢 能够点头 能够啊 体会 可是他虽然体会 也没有达到究竟 因为他还有无名的习气 那就是他的业障 等到他把这个放下 自己融入长极光 他自然就全都通达 如是法界 即然大米度法 这个就是无助生心 达到圆满 为佛一人就近清净 所以呢 就叫做谋尼 我们用金刚经上的话来解释 谋尼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这是做到最圆满的时候啊 修行 就通途来讲 挺辛苦的 时间很长 你看这个菩萨里面 七姓位菩萨 也就是阿鲁汉 小神阿鲁汉 他才把见识烦恼断了 但是没有达到圆满呢 他还要继续努力的 还要断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我们现在不要说 见识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没断 连那个贱烦恼都没有断啊 贱烦恼很多啊 八十八柄贱货啊 八十八柄如果一归呢 就是五大类 身见边见 见取见 借取见 邪见 这五大类里面 我们连第一个都没有放下 身见 连这个身见都没有放下 所以我们常常在六成境界里面呢 起烦恼 而世尊在金刚界里面提醒我们 应无所住 也就是说 你要把我向 人向 众生向 受者向 方向 无住呢 无住呢 之后呢 你还要有爱心呢 对待别人 对待自己 我们要 不起任何妄想 分别执着 对待众生呢 要生心 生什么心呢 大慈大悲之心 就像这些佛部上一样 您可不要啊 自己成就了 就不管别人了 就像身为缘觉那样子 入了偏真涅槃 只顾自己啊 享受那个快乐 度众生的事情呢 不积极 这不对 今今所云 行即进行 使大菩萨入无于涅槃之行 使法界大灭都法 非指二圣之 即进行 所以讲的即进行啊 身为缘觉也有 但是我们这部经 此地所讲的 即进行呢 远远超过 身为缘觉 因为身为缘觉 它们只达到了清净 法上菩萨呢 不但有清净心 还有什么 还有平等心 这就超过身为缘觉很多 因此 我们这一生 遇到了净土法门 遇到净土经典 一定要把这部经呢 完全掺透啊 要把阿弥陀佛的存心呢 确确实实掌握到 全都了解之后 我们再按照它这个模式 来认真地去学习 认真地去做 做到一分 就有一分的利益 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的身份 就不是现在这个身份了 现在是六道凡夫啊 哎呀 如果现在我们 参加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 有来自 所有佛刹里面的众生 包括佛 还有菩萨 身为缘觉 还有六道凡夫 大家都可以参加这个会议 那么在会议当中 我们彼此互相自我介绍 你是哪里来的 你是什么身份 那别人介绍啊 我是哪一个世界 是佛在来的 那我们跟人家怎么介绍啊 我们觉得不好意思 那个名片都不敢拿出来 凡夫啊 可是到了打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 生到极乐世界怎么样呢 明就是阿弥陀智朴上 您在那边呢 所作所为 都是极尽形 这就远远超过二圣圣人 就断烦恼来说 我们还没有断烦恼 但是就受用上来说 居然我们跟这个八地菩萨无二无比 这个太奇妙了 所以当年阿弥陀佛大师啊 也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那个六道往生的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 是什么都不是 说他是菩萨呢 他其实还有烦恼 为什么他代言往生的吗 那说他是凡夫呢 他的智慧向好得能 居然跟八地菩萨没什么两样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特殊的情形呢 是因为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之力 就加持我们 他能够使每一个生到那边的大众 都能够弃入阿弥陀之菩萨这个地位 下面一句 远离虚妄 无实云虚 反真云妄 这个虚妄呢 是我们要把它远离要放下的 什么叫做虚呀 不是真实的 就叫做虚 什么是妄呢 真的反面就是妄 我们常说虚假的东西 就是虚妄 圆绝经约 虚妄福心多诸巧见 不能成就圆绝方便 这也是讲的事实 因为世间人 都是用着虚妄性 都是用着虚妄性 我们现在可以说 那个心服气躁啊 非常严重啊 大家说是不是 人家夸你一下 你就怎么样 高兴不得了 如果骂了一句呢 气得 哎呀 吹胡子瞪眼 对不对 这是着相呢嘛 多诸巧见 这是指很多科学家 利用这个仪器哦 来观察 探索宇宙的奥秘 但是他再怎么样去研究 探索宇宙的真相 他不能够怎么样 全部搞清楚 所以这里才说嘛 不能成就圆绝方便 什么叫做圆绝呢 圆满绝物 不要说圆满绝物他没达到 他连正绝都没有达到 正绝是谁啊 阿罗汉 那我们怎么样 让自己也达到圆绝呢 就一定要用真心 什么是真心呢 就是前面所讲的 急净 愿你贪嗔痴疑诸想 不着色声香味粗法 你的心就怎么样 就急净了 就不动了 霍伦大师也讲过 自信的样子嘛 其中就提到 自信是本无动摇 本无动摇 也就是经上所说的自信本定 说得多一点 这个哪一种人才能够见到圆绝呢 至少他也是圆教巴黎菩萨 才能够见到 才能够见到 当然成佛呢 才能够完全弃弱 有《涅槃经》三十八卷 有说 一切恶事虚妄为本 所有的恶事 这些博善的事情 从哪里产生的 从虚妄来的 从虚妄来的 再说的精确一点 加一个字 一切恶事从虚妄心而来 功德 功德 从哪里来 从真心而来 所以我们这部经就教我们大家修什么 要修清净 要修平等 要修绝 所以 声闻言诀 断了见识烦恼 可是他还有呢 沉沙无名烦恼未断 也就是讲 他那个心呢 离真实心呢 已经很接近 但是还没有正的 因为他还有沉沙无名烦恼 等到把 无名烦恼也破一分 当然 见识烦恼 这个 沉沙烦恼也断掉 他把无名烦恼破掉一分 真心 他就获得一分 破无名烦恼不容易啊 无名烦恼都难断 那个无名的习气更加难断 所以我们如果不用功 真的天天都在找一 人一生当中不可能不做善事 但是呢 恶事居多 那恶也多 将来怎么办呢 这个力量强大 就会把我们拉到三个道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修 敬业 敬业力量强 以后 这种力量就把我们带到西方减土 下面是聂奈娃所说的 事故首应远离虚妄 唯止恶之本也 这提醒我们呢 我们作为修行人 当务知己 首先要做到的是什么 要远离虚妄的心 远离了虚妄的心 这才是真正的把 恶的根本给断掉 法障菩萨所住是真实会 所行是清净行 故能远离一切虚妄 诶 这就把法障菩萨 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指出来了 因为他 心所安住的是在真实会当中 他的所作所为呢 全都是清净行 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才远离一切虚妄 的的确确 我们看了无量寿经 学的这个注解 也应该呢 要效法阿弥陀佛 在日常生活当中 跟任何人打交道 要记住个原则 没有我自私自利的想法 所念 所说 所为 全都是想到 怎么要帮助众生 回头是安 前天下午 有两个 从墨尔本来的女众同修 本来在这之前呢 就已经有同修 当地同修告诉我 她说 有同修从墨尔本上来 图文巴 想看点 你有没有空 图文就说 那就下午五点钟吧 好 前天下午呢 这两个同修来 一看他们呢 就觉得有点面熟 那个老菩萨呢 就拿出一张相片 图文一看 原来是道德讲堂的相片 是2015年8月份造的相片 因为我们第七天嘛 都会最后造个团体造 给大家做个留纪念 乌生一看 哎 她就在里面 她女儿也在里面 这个老菩萨 她为什么来学院呢 她说 什么事啊 以前呢 我学佛 都是到处拜拜 但是呢 没有真正呢 静下心来 好好的深入经典 好好的念佛 那我自从15年来到学院 参加道德讲堂之后 我就懂得了 哦 原来学佛是这样子学 才是入门啊 从那以后呢 老菩萨就开始专心念佛了 看她的面相啊 挺不错的 这都是哦 听经念佛 拜佛 读经的 真是效果 她这个月底啊 就回中国 所以呢 她自从啊 从我们这里知道净土法门之后啊 真的那个波金机她从来没有放手啊 她还把那个波金机从袋子里面拿出来 她说 孙师啊 我每天都在听这个波金机啊 我说 很好 每天听啊 增强信愿啊 所以呢 我们有这个机会啊 要把无量寿经汇集本 跟人家介绍 有这个缘分呢 就把念佛法门 跟人家宣传一下 那跟友善跟福德因缘的人呢 一听 她就跟着做了 她一做 每天都是法气充满啊 那最后呢 能够顺利往生基督世界 我们做这些事情呢 都是在做 诸佛如来所做的事情 虽然我们是凡夫 但是呢 我们向佛学习 向菩萨学习 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回向求生西方净土 这是无量功德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 无所求 只求什么 正法能够久住 众生能够得度 都能够到大街道世界去 我们自己去 也尽量帮助别人呢 通个斗去 帮一个算一个啊 当然帮得越多越好 我们做这些事情呢 也不能够着想 做的时候不着想 做完之后也把它放下 这个很重要 不学悟胜 粗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错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作为大德 以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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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